三百跟五百被送走几天 这又被人送回来了 因为自己的脚骨都劈了 刚开始也没当回事 还下地走路 现在这脚伤更严重了 昨天去复查 这大夫也说了 如果再不静养 总是到处乱走 自己就会像小金屋一样 落个残疾了 现在自己是行动不方便 因为晨晨每天要课课 小金也要忙工作 所以说靠自己 照顾这几个毛孩子也挺难的 这几个毛孩子自己想的是 把这毛孩子先送到别人那儿 去养一段时间 等到这脚伤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 再把他们给接回来 这五百是让晨晨送到了 他同学那里 同学家呢 待了几天 最后也是家长不让养了 没办法 只能是把这五百 让晨晨又带回来了 三百是去了一个朋友那儿 去了几天也是不停地叫 人家刚开始觉得还行 但是养了几天就烦了 最后没办法 只能是把三百又送回来了 不送回来的话 这狗狗丢了 死了 人家不管 对于自己来说 也并不是不管这些毛孩子 而是因为自己现在受伤了 行动不便 这毛孩子在这儿 也没有办法按时去溜他们 找个临时负责任的人呢 给他们照顾一段时间 等自己的伤好了 再把他们接回来 包括小院救助的毛孩子 让人临时照顾一段时间 但是人家都不愿意帮忙 腿伤呢 还需要养一大段时间 不过我相信 熬过这段时间 自己和这毛孩子 一切都会越来越好的